以你卑微的请求只会换来对方的自豪感,和自己的无能为力,挽留一个人,不如把自己变成一个值得爱的人,而谁心里没有故事,只是学会了控制,不要像个落纳者,告诉别人你的不幸,凡有毒的草看好看的话,害你的人说好听的话,四别总说脏话弄人,有时候,搞怪的不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,也不是时机, 而是来来回回,反反复复那些数不清的纠结和犹豫,不我们可以耐心等,幸福可以来得慢一些,只要它是真的 六,无论记点去睡,无论终点在哪里,反正一天又过去了,照顾好自己,如果尚有余力,记得保护美好的东西,不为不不不总不退不磨机 其一个人在变得铁石心肠之前,也曾付出了全部的温柔和善意吧,把选择了方向与路图时,就不要抱怨,一个人只有承搭其旅途风雨,才能最中手的助彩虹满天 九你那么棒,可不能毁在感情上,是有现实知识注定的,有些缘分是永远不会有结果的 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拥有,但拥有一个人就一定要去好好爱 十一懂事的人一旦不配合就会被说没良心,更新的人稍微乖巧,一回就被夸得不停 十二有时候看错人,不是因为你瞎,而是因为你善良 十三,我可以爱你爱到人尽皆知,也可以让你消失无影无踪 十四我对你好的前提,是你对我也不错,岁数大了,没时间做单方面输出了 十五希望你哭过以后,把心放冷一点,把无情发挥好一些 十六他可能真的喜欢你,但这并不妨碍他喜欢别人 十七百毒不侵的内心,往往会被一句简单的安慰打扮 刀枪不入的伪装,常常在懂你的人面前彻底投降 希望有人懂你的低头不语,小心翼翼守护你的孩子气 十八,世界上最浪费时间的事,就是给年轻人讲经验 讲一万句不如你自己刷一跤,眼泪教你做人,后会帮你成长 疼痛才是最好的老师,人生该走的弯路,其实一米都少不了 十九别指望所有的人都能懂你,因为萝卜白菜,各有所爱 你做了萝卜,自然就做不成青菜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